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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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初 大量民工由农村涌到大城市 尋找工作机会 城中村成为他们的落脚点 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面貌更新 有些城中村被清拆 有些就保育下来 广州市海珠区丽教村 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 当我们看后面的广州之窗 觉得很大变化 但当你真是置身其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其实它有保育点变 24岁的林明豪童年在这里渡过 大了之后 他十分关注广州城中村的发展 我们小时候是木梨梨 又或者是这样的河仔 玩黑水 从童年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相信城中村 反而好像有一种 石市森林的乡下的感觉 但毕竟它不是一个 到最后可以来归根的地方 其实它的感情很复杂 从建筑度加快 但是这个位于高速公路下的虚市 就保留下来 这里麻雀虽小, 五状俱全 不单只可以买东西 亦是居民休闲的地方 因为你又不可能 把它一次过清拆了 将规范法保留下来 它是一个大家生活的中心 我不想在家的时候 我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 看一看 跟老板娘聊天 人情不就会弄一些 林明豪说 从匿教村的例子 看到政府开始 好像在发展和保育之间 找到平衡点 成功村 是否对于我们一个 以经济和国际化标榜的城市 是否一个双巴呢 我觉得当然需要改善 这个放慢的速度 正安签的过程中 一些政策的寶座 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时间 去另外做一些准备